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我們有提到這個晶片的競爭非常激烈 現在有沒有可能這個荷蘭不再壟斷光刻技術呢? 其實去做這些光刻的技術 就是說你將一個很幼細的線路 放在一個最小的面積上面 不止一種技術去做的 現在你說最成熟甚至已經進入了量產階段的 就是那個荷蘭ASML這家公司去做出來的機器 做的那套光刻技術 而且在量產方面你發覺就是台灣掌握得非常好的 很多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自己也都不停地想提升自己 去做更加幼細的光刻線路的這些這樣的技術 現在你說中國就做到14納米28納米 就已經就說自身有很大的進步了 又說自己掌握到可以做7納米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能不能夠做到成本是很便宜的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今時今日來說 最主流去能夠量產已經是叫做成本最低的 我們做這些精細的線路的技術都是在用光刻技術 在用的光就是叫做極紫外光 就是它不單止是紫外光這麼簡單 它是比起我們一般認識 剛剛比紫色光強力一點的那些紫外光 是更加強力一點再強力一點 因為有幾個分級的 普通的紫外光 接著有些是強紫外光 現在就在說叫做極紫外光 它的能量級數高一點 它的波長短一點 所以它可以刻一些東西出來是比較幼細一點 所以你要刻一些越幼細的東西 你一定要用到那個波長越短的那些紫外光的 那會不會將來用到更加強的呢? 那這個就是一定是會發生的了 就嘗試去把這個極限推得更加軟 但是同時間也都有其他技術在發展中 就企圖去挑戰這個極紫外光的光刻技術的 其中有一種叫做一些壓印的技術 留意到一個新聞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是對於2024多大啟示的 就是說我們去弄這些這麼精細的 雜誠電腦的技術 是不是只需要討論ASML的光刻呢? 會不會其實有其他競爭出來 是會挑戰到這種技術 甚至乎是令到整個這些整集成電腦的技術 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呢? 那在這裡就有一個叫做壓印的技術 去準備介紹給大家了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 大家對這個晶片技術這麼重視 照計任何的技術 其實大家都應該一清二楚 為什麼到現在突然間會爆了一個壓印的技術出來呢? 嗯 這樣說其實很多技術都有人去開發參與的 但是譬如說有一種技術 它已經是突然之間異軍突起 出了很大的成果的時候 那些錢也都會不停地堆在那裡 就希望將它盡快催生成為可以在量產層面去做 其他的技術就是說它繼續有那些技術難關還沒刻薄的時候 就繼續去開發這樣 所以你會說是很多隻蛋一起敷 但是突然之間有個成熟了的時候 就立刻就會推廣就不停地應用 所以你說看到現在叫做這些晶片的量產層面 基本上就是用光刻的那套技術 那麼其他的技術會不會重複到這個成功的經驗呢? 會都不奇怪的 但是它一定要滿足一些條件 就是說它能不能夠進入那個量產的階段 那就是說它做出來的東西那個穩定的程度 就是那個量率是多少?只其一 另外就是它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做到出來便宜、靚、靚、靚的 那就用了 甚至乎可能會挑戰到傳統油的技術 那就是我看到這個Canon這次公佈出來的那個技術 就當然不只是Canon自己有研發的 但是看到它給出來的一些標準 我都嚇了一跳的 它就說 它說這一種這樣的叫做納米壓印的技術 照計就可以做得到兩納米這麼幼細的 這些這樣的集成電腦的線路 那麼我們現在講的傳統光刻技術 都是在做這些幾納米的東西 你譬如說台積電現在就量產三納米 也都是去做兩納米都做到的了 但是現在Canon突然之間一下就說 哎 我都生產了兩納米的 那就是剩下來的東西就是說 那麼它在那個的穩定程度量產那裡能不能夠達到呢? 就是達到標準呢? 那就是下一個要問的問題 而同時間它也都回答了另一個問題 它就說這種這樣的壓印技術整兩納米呢 它的成本是可以大大減低的 可能是只會有傳統那些光刻技術的十分之一 那就是說你已經看到就是說 它越來越多的條件能夠滿足到呢? 那你說會不會在今年你會看到一個製造這些這樣的 很精細電腦的一個技術的突破呢? 那就值得留意了 那它圖在這裡的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壓印技術是怎麼做的? 那這個圖本身呢 都畫面上大家可能要仔細一些看一點點了 其實它就平衡比較兩種不同的技術了 上面那一排呢 就是黃黃橙橙色的那個呢 就分別就講解給你聽 這一套就是今次Canon 它那個主攻的這一種叫做納米壓印技術是怎麼樣的? 那它開頭就有一個一定在一個載體上面 跟著就上面就已經是 就印好了一些的圖案在這裡 就是你最後的線路想要的圖案 然後不止的 它還需要做一些定型的 於是它就有個帽子上面一壓 壓的時候同時間加一些紫外光 令它固化了它 凝結了它 然後你把帽子拿開 就有整件東西出來 就是說很簡單的 就真的放一些材料上去 一壓就整個坑紋就出來了 那當然啦 你怎麼控制得好它 不要有瑕疵 那其實才是核心技術所在 這裡純粹就是告訴你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壓印而已 其實如果說一個例子 可能台長你會比較有感覺一點的 你有沒有印象黑膠唱片是怎麼做的? 其實有個帽子嘛 有個帽子 是不是? 然後真的有一塊膠 一塊樓體的膠擠了出來 在那部機板上一下就好像壓那些格仔餅一樣 一壓出來 再飛了個邊 接著就整個黑膠唱片 這樣就出來了 是不是? 就是你的帽子做得好不好 還有你那個材料 壓的時候中間有沒有氣泡走進去? 壓的時候那裡力勻不勻勻? 是不是每一個位置都壓得這麼勻勻? 從而令你壓得出一個這麼漂亮的坑? 就是你那個物料能不能完全吃得了在坑裡面 拿了裡面所有形狀的詳細的資訊? 其實就是那個技術所在 這個技術一直遇到很大的問題 其中就是這裡 壓下去的時候會不會有些位置你不小心移的位置呢? 壓下去的時候會不會有些塵埃 有些氣泡走進去呢? 就算你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裡面有一些東西走不及 這裡會不會 甚至乎它最好就是 整個過程在真空那裡做的呢? 而且越真空越好 因為如果你有一些越多的空氣 就是你做的這個環境 壓這個帽子下去的時候 有空氣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更加容易有氣泡在裡面 所以照計裡面就是 在一個無菌 幾乎真空的狀態 來去做這個 做出來的東西 那件東西出來的損壞率就會低了 就是糧率就會高了 而且壓下去的時候穩不穩定呢? 會不會你的帽子本身又向左向又退了一點點? 不要忘記現在這個是說兩、三立米的東西 你不小心退了一點點呢? 你可能動力不同了呢? 那些東西就倒了 所以你能夠掌握到它很穩定地 壓出一個很漂亮的圖案呢? 那是厲害的 而下面就是藍色的部分就是傳統的光刻技術 你見到它需要的那個步驟就像什麼呢? 真的像雕刻刀 你就是用光來做你的雕刻刀 你鋪了一層東西上去 然後用光在上面畫畫畫畫畫畫 這樣就將不要的那些部分就打走了去 那就剩下一些你需要的部分 然後上面你再倒一些東西下去 就是把整個東西就去凝結了在裡面 就是說其實光刻的技術就真的像 你拿著雕刻刀來去雕刻 不過現在你的雕刻刀是用那些極紫外光去做的 兩者最後都是你需要放一些東西出來 在上面鋪在上面 來將它下面已經刻刀了或者壓印了的形狀固定在那裡 這就是那兩個技術最簡單的解釋 你會發覺跟我們日常做雕刻 或者日常去壓一些壓模出來的東西 其實原理是差不多的 但是問題就是在你的機器製作的環境裡面 怎樣能夠將這個技術是能夠去提升到一個最好的良率 就是最關鍵所在 現在就是說 因為那個壓印技術 基本上就是有東西一壓下去 然後將它固化了去 就叫做做完 簡單到一個程度你可以將它和我們做黑膠唱片那種 這樣來想像 好像黑膠唱片其中一種塑膠工帽 不過再精細一點點而已 現在這件事就將它做成一個這麼簡單的步驟技術的時候 成本就降低了 現在就接下來就看了 究竟Canon這種技術它會不會開始有人去試行呢? 或者大家都要去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現在好像弄得出來 但是一直這一兩年以來 這些壓印技術都不是沒有進展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挑戰不了傳統的這些光刻技術呢?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問題的 我想如果中國大學聽到呢 哇 飛身撲到Canon 過了這條橋過來 但是我相信其中一個我們是外行 給我們看呢 很簡單的 Canon的股價近來沒有升到 就可以斷定得到 這件事有多真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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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也要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公司可以準備拿去做量產 其實是這樣的 就算你現在這部機器聲稱可以是量產呢? 對於那個開發商呢? 或者對於一些一本的生產商呢? 它肯不肯這麼快去扔成本來做這種技術呢? 都是一個問號來的 因為呢 你都知道了 都曾經有些國家千辛萬苦在ASML上 搬到一部光刻機回來 最後都還沒投產 就要整部扔掉它 其實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這些機器 你設定在一個什麼環境 在一個什麼生產條件 對生產線的要求技術人員的培訓 甚至乎有些是商業機密的東西 技術機密的東西 是你要掌握了 是需要有時間和成本在那裡的 現在 譬如台積電 它一旦已經投入了這個資源 這個資本 這個時間 去投入了傳統的光刻技術的時候 你突然間要把腳趕回來 去第二處的時候 又是另一種成本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熟悉這些工廠 管理這些 其實很明白的 就是由現在Canon去宣佈有這種技術開始 到了這種技術 是不是真的可以投入量產呢? 還有真是有一個公司做到量產的時候 這個東西怎麽樣可以真是能夠更廣泛地傳出去呢? 那麽可以很明顯就是說 那些人都會說的 在未來的可見的個位數字年份裏面 這種這樣的傳統光刻技術依然是會佔主導的 但是你會見到那個 如果今次Canon這一種叫納米壓印的技術成熟的時候呢 你就會可以在一個以個位數字的年的時間裏面 就看到那個在市場上佔有率越來越高了 那你怎麽解釋是Canon這間公司會做這件事? 因爲大家對它理解就是一間普通的影響機公司來的 對於日本這些任何一間這些做開電子產品 或者你以爲只是在攝影店看到牌子的產品 就千萬不要小看 Sony你都知道的啦 你以爲它只是做一個收音機給你 只是做一兩部電話給你 但是基本上它是在講藍色的LED 去到那些這樣的鋁電池 甚至乎中微子的探測都關於它事 就是它有了一種技術 它可以應用涉獵的層面可以很廣泛 就是Canon也都不例外 或者不要說日本公司 你就算講到其它的傳統柯達那些公司 都是這樣的 因爲隨著它那個科技的變化 如果你說只是做片段 只是做相機 那麽就虧死了 你一定是運用到你的核心技術做更加多的產品 你才能夠維持到整個集團的穩定 所以你看到它無論是做那些半導體 以前會做磁碟 現在就不會有磁碟這件事 那些叫做資料記載的技術 或者是那些整晶片的這些技術 或者是一般的半導體工業 那麽它們有了涉獵 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是啊 那麼要提提了 就是這個階能的行政總裁 叫御守勢富士夫 御守勢在日文應該是廁所的意思 就是日本人有一個這樣的性 就比較特別的 不過有個題外話 結束的時候 這一節結束又可以這樣 就是台灣有個說法的 就是因為它們現在掌握了全世界 包括50%的高端晶片的生產 所以它戰略的位置很重要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 就是這個生產技術不在台灣的大陸上 那就可以調算這樣說 就是美國是沒什麼興趣去防衛台灣 那不是很嚴重的 現在 現在都不知道的 現在你說的 台灣都不是掌握到光刻機技術的 但是它就是量產在那裡 那現在Cannon 它 日本都多數不是做量產的那部份的 但是它就有部機器在那裡 那部機器派它去哪裡呢? 那現在你會發覺 荷蘭、美國、台灣 其實背後也都還有一個日本的同盟在那裡 那你會發覺它們 也都會再加持到自己這個陣線的那個科技的力量 那我相信中國大陸很有興趣 就是 架能這樣 不如直接買了架能整間公司 那就可以掌握到技術了 OK 好了 這集結束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 你怎麼看? 這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在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嗎?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合適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我和台長的東西都是這樣 對不起